第25集 Westworld是有焰自行制作的第一个电脑游戏,一边躲避紧追不舍的敌人,一边寻找迷宫的出口。 灵感来自尤伯莲娜主演的同名电影。 有焰玩这个游戏有双重乐趣,一重来自游戏本身,一重为改造之乐。 它总是边玩边寻找更有趣的创意,脑海里一出现任何灵感,便暂停游戏,立刻着手改良程序。 是原本单纯的游戏日渐复杂的过程,让有焰得到培育生物般的喜悦。 过了一会儿,它的手指连续敲击数字键,这是操作屏幕上人物的控制器。 然而今天,它完全无法专心玩游戏,玩到一半就腻了,即使因为一些不该犯的失误被敌人打败,它也一点都不懊悔。 它叹了一口气,双手离开键盘,身体摊在椅子上,仰望斜前方。 墙上贴着偶像明星的泳装海报,它对大胆暴露的胸口和大腿看得出神,想象抚摸沾着水滴的肌肤的触感。 分明不久前才经历过那么异常的体验,却仍然感觉到它的那个东西即将产生变化。 啊,异常的体验,难道不是吗? 有燕在脑海里回味短短数小时前发生的事,总觉得不真实。 但是,那既不是梦境,也不是幻想,它非常清楚。 差不多该结束了。 有燕看看时钟,距离他们到公寓,正好过了三个小时。 童原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,女人们也没有要她加入,估计是一开始就说好的,但是她也没有离开房间的意思。 当有燕他们汗水淋漓地和女子拥抱时,她就坐在餐厅的椅子上,童原在黑暗中,翘着脚,面向墙壁,静静地抽着烟。 一离开公寓,他们便被童原带到附近的咖啡馆,付了他们现金八千五百元。 明明说好一万元。 我只是扣掉餐饮费,披萨吃了啤酒也喝了不是吗?这样才一千五已经很便宜了。 村下接受了这番说辞,有燕也不能再说什么,而且刚经历了初体验,心情相当亢奋。 要是觉得还不错,以后还要请你们帮忙,他们好像很满意,以后或许还会找你们。 童原满意地说着,但随即神色一立。 我先警告你们,绝对不能私下跟他们见面,这种事情,当成生意的时候很少会出什么意外。 要是动歪脑筋,去个人交易,马上就会变调。 现在就答应我,绝对不会私下跟他们见面。 不会的。 村下立刻应允。 这么一来,有燕连表示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好,我也不会。 听有燕这么说,童原满意地大大点头。 有燕回想着童原当时的表情,伸手插进牛仔裤的后口袋。 里边有一张纸,她拿出来放在书桌上。 纸上有一行数字,总共有七位,显然是电话号码。 下面只写着两个字,西字。 那是她离开房间时,马尾女迅速塞给她的。 在西口奈美江的家里,奈美江有些醉了。 多少年没有独自喝酒了。 奈美江找不到答案,久得让她想不起来。 可悲的是,没有半个男人来向她搭讪。 回到公寓,打开房间的灯,玻璃门映出自己的身影。 因为她出门时没有拉上窗帘, 西口奈美江走进玻璃门,心情更加沉重。 牛仔短裙,牛仔外套,配红色T恤,一点都不适合她。 就算把以前的衣服翻出来故作年轻,也只能让自己更难堪罢了。 那些高中生一定也这么想。 她拉上窗帘,随手把外衣脱掉,全身上下只剩下内衣之后, 她跌坐在梳妆台前。 镜子里有一张肌肤已失去光泽的女人的脸庞, 眼中毫无神采。 那是一张突然度日年华老去的女人的脸。 她拉过包,取出里边的香烟和打火机, 点着烟,把烟吹向梳妆台。 镜子里的女人面孔顿时如蒙了沙一般。 如果什么时候看都是这样就好了, 这样就看不到小细闻了。 刚才公寓里播放的淫秽影片在脑海里复苏。 你要不要来一次试试看啊,一定不会后悔的。 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,就有什么意义呢? 放心,保证好玩。 不偶尔接触一下年轻人,会老得更快的。 前天,职场前辈穿田和子来邀他,若是平时他一定一口挥绝, 但是有件事在他背后推了一把, 那就是如果不趁现在改变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的想法。 虽然犹豫再三,他还是答应了,和子为此异常兴奋。 然而奈美江最终还是逃走了,他无法置身那种异常的世界, 眼看着和子他们使出浑身解数,色诱高中生的模样, 这让他产生一种反胃般的不快。 不过他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好, 有些女人在那种情境下能放松身心, 只是他并不是那种人。 他望着墙上的日历, 明天又要工作了, 为这种无聊的事情浪费了宝贵的休假。 西口小姐昨天去约会吗? 上司和后进一定会语带讽刺地这样问的。 一想到他们的表情, 奈美江的心情就很沉重。 明天要第一个上班, 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, 这么一来, 他们应该很难找我说话吧。 把闹钟时间调早一点。 猪? 拿起梳子梳了两三下头发, 奈美江的手停了下来, 他注意到一件事, 豁然一惊得他打开身旁的包, 翻遍了里边的东西, 就是找不到。 糟糕! 奈美江咬着嘴唇, 看来他忘记带回来了, 而且还把他留在了一个很要命的地方。 他的手表不见了, 那不是什么高档货, 他向来出门时都戴着, 因为他认为弄丢了也不会心疼, 神奇的是他的表始终没有丢, 就这样慢慢便产生了感情, 就是这样一指标。 他想起来了, 一定是上厕所拾掉的。 他在洗手时, 照例不加思索地拿下来, 事后便忘了。 奈美江拿起电话听筒, 他无法联络那个叫做亮的年轻人, 只好麻烦川田和子了。 奈美江当然不想这么做, 他临阵脱逃, 和子一定不满, 但是这件事, 他不能不处理。 奈美江从包里拿出电话簿, 一边确认号码, 一边拨动了转盘。 幸好和子已经到家, 听到是奈美江, 他好像颇为意外。 哎呀。 刚才真的对不起,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 就是有点不想参加了。 没关系,没关系。 和子的语气倒是很轻松。 对你来说, 可能有点太勉强了。 对不起, 应该是我道歉才对。 和子的这句话, 在奈美江听起来, 仿佛是在说那种小场面就落荒而逃, 你真没用啊。 那个, 其实。 奈美江说出了手表的事。 应该是放在洗脸台, 不知和子有没有看到。 和子予以否认。 要是有人注意到, 应该会跟我说, 我就会帮你收起来。 哦, 这样啊。 你确定是落在那里了? 不然, 我请人帮你看看好了。 哦, 不用了, 先这样吧, 也不一定是落在那里, 我再找找。 是吗? 那找不到再告诉我。 好的, 不好意思, 这么晚打扰你。 奈美江飞快地挂上电话, 长叹了一声。 怎么办? 如果不管那只表, 事情就简单了。 本来他一直认为丢了也无所谓, 这次也一样, 如果是掉在别的地方, 他大概早就毫不犹豫地死心了。 但这次情况不同, 不能把那只表掉在那个地方。 奈美江后悔不已, 明知道要去那种地方, 为什么要带那只表去呢? 他有好几只手表啊。 抽了几口烟之后, 他在烟灰缸里吸掉烟, 凝视着空中的某个地方。 只有一个办法, 他在脑海里反复思考, 会不会太过莽撞。 最后他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可行, 至少应该不会有危险。 他看了看梳妆台上的钟, 刚过十点半。 十一点多, 奈美江离开住处。 多人有声剧白夜情, 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, 请听下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